接下来要邀请民众一起来选出宜兰的伴手礼 县府今年推出十在好礼的争选活动 在农特产品跟文创产品两类 要选出宜兰的十大伴手礼 而第一阶段各类各选出了20名要进入决选 另外也开放40%的分数 要让民众网路投票 时间到8月7号为止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宜兰十大伴手礼网路票选已经开跑 在初选后农特产类及文创产品类 各有20件进入决选 其中60%由评审评分 其余40%的占分交由民众票选 第一个阶段是由评选委员来评选 那么分数占60% 那么第二个阶段则是由我们的民众来票选 占40% 那这次的伴手礼参加的厂商非常踊跃 有农特产品的部分有33家来报名 但是提供的件数有56件 那文创产品则有21件 上幸福宜兰实在好礼票选网站 可以看见入选产品 在登陆电子信箱账号后就可以投票 各类组线投一票 而活动到8月7号结束甄选后 会针对投票民众进行抽奖 送出智慧型产品小折等各项好礼 是 这次农特产品评选当然是以在地的农特产为主 比如说我们最有名的三星葱 郊西的金枣 还有我们的五节的米 三星的米有机米 都非常的受欢迎 所以在这次的票选里边 其实很多的厂商都把这些食材融入在农特产品里边 那另外呢 文创产品的部分 其实文创产品是宜兰县第一次办的票选活动 那么宜兰的文创产品我们的评选机制 是要融入我们的地景特色 比如说灰山岛啦 或者是三星葱的造型啊 还有呢 就是要有文化的意涵 所以这次票选的项目非常多 欢迎我们乡亲们能够上网来帮我们过滤 来帮我们选出最优的十大好礼 十大好礼必须融入宜兰在地特色的元素 让旅客把宜兰喂的礼品带着走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从不到 谢谢大家 道路 bu